新西兰今日新增确诊病例20989例,856人住院,20人在重症监护,另有7例死亡病例。 这是该果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待日死亡人数最高记录。 新西兰统计局今天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2022年2月的年度食品价格上涨了6.8%,达到了近11年的历史新高。 水果和蔬菜是年度价格波动的最大贡献者,主要受西红柿、西兰花和卷心锅具价格的影响,食品价格首席分析师Angus Kru说。 据悉,水果和蔬菜价格同比上涨17%,杂货食品价格上涨5.4%,餐厅和即食食品价格上涨5.2%,肉类和鱼类价格上涨7.1%,非酒精饮料价格上涨2.3%。 本周,AIMS银行经济学家警告称,第二季度的通胀将达到7.4%的峰值,而不是联储预测的6.6%。 在最新的民调中,国家党成功超越工党,而工党则苦涩地拿到自2017年以来的最低支持率。 在总理候选人方面,虽然总理阿登继续领讨,但国家党党魁Luxon还是创下了Zibir English以来的最高水平。 对此,海外媒体纷纷将其形容为震惊。 彭博社在标题中写道,新西兰总理Jersteen的阿登民调支持率跌至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 Qnews、雅虎新闻和一些澳大利亚报纸纷纷表示,阿登的工党在新西兰民调中出现落后, 每日邮报继续以标题博眼球,他们写道Jersteen的阿登支持率跌至上任以来最低点, 这是两大让民众不满的原因,新的总理挑战者冉冉升起。 乌克兰军事防务部门近日提供的一段画面显示,一列俄罗斯坦克遭到乌克兰的伏击。 据悉,乌军在基辅东北部的布罗瓦里击败了一个俄罗斯坦克车队并消灭了其指挥官扎哈罗夫上校。 扎哈罗夫上校是俄罗斯中央司令部第90坦克师第6坦克团团长, 曾于2016年作为一名少校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接见,获得普京颁发的勇气勋章。 他率领大批坦克出现在乌克兰基辅地区布罗瓦里驱逝,遭到乌克兰军队的猛烈打击, 俄军和坦克遭遇重大损失,他本人也在战斗中牺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